刚刚看到一篇有关退休规划的网络文章 提到财富水平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文中提到一个由美国著名大学进行的研究 据美国普道大学心理学家的一项研究 平均年薪达到9.5万美元时 即约74万港元 月入约6.2万港元 生活满意度最高 相信财富不会嫌多 但没有目标的追求很多时会出现反效果 所以如何来定多少退休金才足够呢 研究提到两个重点 便是永远不必担心破产 及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 要这两个担心减少甚至消失 必须善用手上资金及配置适当资产 要有长期而稳定的收入 便要靠平稳收益组合 当中包括的资产可以有很多 例如年金、债券、派息保单和派息基金等 至于比例及分配因人而异 亦会随着年龄而改变 另一方面 要不用担心退休后 因疾病或意外而导致大额医药费 便必须有一份全面保障的医疗计划 亦需要确保有一个保费储备 因年几月大 保险保费只会越高 所以需要有一个随时间 而能够稳定增长的储备 用作支付未来的保费 文章中又提到想有快乐退休生活 需要建立七种习惯 习惯一 保持健康 这方面包括心态和身体上 从健康饮食习惯开始 定期做适量运动 亦要注意患病时需要 病向前中医 因拖延治疗的话 将会花费更多金钱 及未必能根治疾病 习惯二 培养良好社交联系 年纪大 加上没有工作 及没有亲朋好友的话 很容易产生孤独感 也容易因此而被骗 所以需要建立好社交联系 现时不少社福机构 都有针对50岁 或以上人士安排 不同社交活动群组 不妨按自己兴趣参加 习惯三 找到清晰目标感 当退休后 子女亦已成长 是否代表在没有人生目标呢 我们要为自己定下目标 不同人生阶段 应有不同的人生目标 例如退休后 可考虑运用个人的专业 及经验贡献社会 协助有需要人士 习惯四 不会停止学习 学无止境 在职时候没有空闲时间进修 退休后 可以继续学习 不少院校 及社福机构都有举办长者学院之类的服务 我亦协助媒体及院校提供过类似的线上分享 大家亦可参加 费用全面 习惯五 分练大脑保持乐观 你认为乐观与悲观是天生的个人特质吗 不论你是否认同 如果能够令自己多点正向思考 便能够提升乐观态度 假如你担心不够乐观的话 不妨学习正向心理学 习惯六 练习正念感恩 相信每个人都会经历过高低潮 如果现时的状况未如期望 不妨想想过去曾经历的好事 学习感恩 每次逆境总会过去 而且是为准备将来的迅境而发生 习惯七 养宠物 宠物很多时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所以退休时想多些关注及获得回应 不妨考虑自养宠物 当然必须要有责任感 因为要照顾他们一生的生活